他的击打有效的点会比较多 上当比赛我们就看到 不一定打得好看就会赢 没错 你看上一场好像应该是连昆 好像是犯规了 等会我们找着 漂亮 任凯琳刚才这一脚打得是这么重 在扭摔的过程中小招摔倒了 用一个散手的动作 下意识的散手动作 这个任凯琳果然还是那样 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因为这两个选手 你看小招他其实也30岁了 看着年轻 对 娃娃脸 小招的特点是什么 非常全面 他做体操熟身的 又打过自由波击 可以看到他 你看现在用了很多的招数 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这场 所有的场次几乎不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小招是非常积极的 他是有实力的 你看别的场子上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亚洲选手 小招鼻子流血了 所以这个裁判终止了比赛 让小招擦掉了血 对 因为一般来说 亚洲选手就是打的好看 但是有效的攻击呢 或者是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中选少一点 就是说的不好听 有一点滑而不适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头的话呢 你看中国选手反倒是 不走那些发烧的路子 然后强调的进攻的有效性 而这个Larry的话呢 可以说打的也很好看了 这个小招连续的刺拳击中了任凯琳 但是任凯琳反过来用重拳回敬了这个小招 而且小招的刚才这个刺拳的话 不得分的 因为他打的人的护权手套上 真正得分的还是任凯琳 对 所以说这个比赛的话就说明一个问题 这两个有一点 有点颠覆我们以往的认识嘛 就是说任凯琳确实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 他不追求的一些动作的好看 这个小招的教练在场下是奋力的大喊 给小招这个加油 不管小招是怎么样的处于劣势 但是小招还是在不断的努力进攻 对 因为他这个柔韧性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任凯琳是打着了这个机会 当然双方现在扭打在了一起 每一次的几乎的对打都是这样 小招在奋力进攻 但是任凯琳打着了机会 组合拳脚 小招的鼻血已经留的很多了 不知道会不会 果然裁判叫停了比赛 小招擦一下鼻血 这个鼻血就是有效进攻的一个标志 打中了嘛 对 不仅打中了 而且有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 拿足球做个比方 南美选手和欧洲选手什么特点 欧洲选手的话强调的有效性 南美选手的话 他就是踢的比较好看 但是为什么南美选手的话 他就是经常在世界杯上有好成绩 可是在俱乐部整体实力上反倒一般 就是因为他在国家级的比赛当中 这种技术柔韧性带来的技术上 就差着一点的功夫 对 就非常的难防守 小招还是不错的 他的这个战斗意 哦 双方在纠缠中还做了一个 可以看出来 你看这个任凯林 他的下盘是非常稳的 是 每次的这个纠缠 分开的这一瞬间都是他占便宜 你看他的身形 他永远是这么趋着 对 就像一个这个弹弓 弓起来准备要弹出去的这一瞬间的状态 对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身形的话 是借鉴了很多拳击的防守动作 就是这一种的话呢 在防守上的话 是借鉴了很多西洋的战法 然后呢 防守方法 但是在进攻上 你看小招这次成功的逃脱了 要不然的话 这脚挨上是很重的 然后任凯林忍不住要拴一下 被裁判球 分开了